大家好,我是关头机电 在我肚子上面这里有两颗灯珠 是两颗横外灯珠 这里有一颗,这里有一颗 它的外形和普通的LED灯珠一样的 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它就不一样 这颗是850的,这颗是940的 也就是它们的波长不一样 这个是集中在850奈米 这个是它的波长集中在940奈米 它们发出的光 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 这个850的 还有一点点 肉眼还可以观察到一点点的光亮 这个940的 我们肉眼是晚就看不到的 这个850的一般用在哪个地方呢 用在安房的摄像头上面 我们晚上去看那个摄像头的时候 那个我们摄像头 在那旁边还可以看到这个 红色的微微的红光 它可以起紧速作用 而在一个940的 我们肉眼是晚就看不到的 这这个940的呢 以后用在遥控器上面 遥控器 我通电测试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红外灯珠和普通LED灯珠 它的性质是一样的 我拿一个5V的电压给它供电 但是在它上面也穿一个限制电阻 大家看啊 看它亮不亮 看得到吧 我肉眼都可以看到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我们看来看一下这个940的 我肉眼就看完就看不到了 看不到红光 但是在摄像头里面可以看得到一点点 所以我们利用这种红外灯珠啊 我们可以做夜视仪 利用我们的手机 我们把几个这种940的或者850的 这种红外灯珠把它集中在一起 可以用一个移动地缘 或者一个5V的地缘给它供电 那么这时候我们在网上啊 我们可以通过手机的摄像头 来夜视 做一个夜视仪 那前提条件呢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手机的摄像头进去改装 把里面一个镜片啊 一个绿光镜片把它去掉 在这里呢 我就没有改装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自己可以去改装一下子 把手机摄像头取下来 把那个绿光镜片把它取掉 就可以了 我们做个实验吧 就把这个940的灯珠啊 把它聚集到在一起 然后拿个5V的电压给它供电 我们的暗处 看一看它的这个效果怎么样 这种灯珠 它的工作电压一般也是3V左右 那么我们拿一个5V的电压 给它供电的时候 在它后面就要串一个线流电阻 工作电压3V 它的工作电流是20毫安左右 那么我们根据奥姆电力计算的话 就很容易把这个线流电阻的组织算出来 5V减去3V 对吧 除以20毫安 那么这里算出来是2V 除一个0.02安 大家注意单位 那么这里算出来等于100欧姆 这个线流电阻 我用面包板试一试吧 面包板比动动板方便一些 现在它不要焊接直接插上去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里已经装了11颗 11颗估计有点少 但是我们试一下吧 我们给它加一个5V的电压通电 然后在黑暗的环境下面 看它的发光情况怎么样 看我们能不能看清周围的这个环境 当然我这个手机摄像头没有改装 估计效果不是很好 我们试一下吧 这是手机的数据线 充电线 这里加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 用一个5V的移动电源给它供电 有点点光亮 但是在这种环境下面看的不是很清楚 量度不是很大 我就把灯关掉吧 看一看 这就很明显了 效果不太明显 我们这个摄像头没有经过处理 如果经过处理的话 我们多加几颗环灯珠 然后晚上就可以做夜视仪了 这是可以的 这样子可以看得到的 这手机改装了 我就不改了 大家有兴趣的话 自己可以改装一下子 用这个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拿个旧的手机 把它的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 把里面的一个镜片 绿光镜片把它取下来 取下来之后 一个这样的动动板 把它焊个 二十个三十个左右的 这个横外灯珠 大家注意 要用九四零的 那个八五零的 最好不要用 然后把它 用一个五幅供电 晚上我们就可以 做夜视仪了 有兴趣呢 大家可以去做一下子 我只给大家提供个 思路和方向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或者有疑惑的地方 可以核武讨论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